一名34岁警员今天凌晨被人发现 卧尸在雪州乌拉港一个公寓单位内 警方初步调查怀疑死者是被一群男子殴打致死 目前全力追踪涉案男子的下落 雪州总警长南都胡生召开记者会指出 今天凌晨三点警方接获了投报 死者躺在地上移动也不动 随后派员赶往现场展开调查和搜证 死者遗体被送往医院解剖以查明死因 感谢观看